第九百三十集 五道极深的逆天存在 神王道 给老子开 叶辰咆哮一声 下一秒 不灭大道演化为不灭神王道 叶辰 晋级神王境一层天 杀戮大道演化为杀戮神王道 叶辰晋级神王境二层天 一条大道 可以让叶辰晋级一个小境界 演化为五条大道之力 何其艰辛 犹如措骨重生之痛 可叶辰依旧咬牙坚持 棋盘闪颠 两位老者早就停止了下棋 只因为头颅的画面骤然崩塌 再也无法查看 叶辰在阵法中的情况 先锋盗骨的老者不信邪 想要拿出棋盘 却是发现 盗盘已经在勘测 叶辰命运的时候碎裂了 另一位老者喝了口酒 神秘兮兮兮地笑道 老家伙 这盘棋恐怕是我赢了 虽然里面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结果已经很明显了 这魂族的阵法根本困不住这小子 你是不是要把那天道镜给老夫啊 先锋盗骨的老者冷哼一声 画面碎裂 不带掉那小子赢了 老夫为什么把天道镜给你 很显然老者准备耍赖 毕竟天道镜太珍贵了 他们这个级别的存在 随随便便一件东西 都是灵武大陆最稀有的宝贝啊 更何况天道镜里面 封印着天道的一缕残念啊 价值无法衡量 另一个老者冷哼一声 将葫芦中的酒一饮而尽 旋即将酒壶挂在腰间 伸出手指着一个方向道 固然我们无法查看 魂族秘境的一切 但是眼见为实 你看那处雷云天结 五光之色祥瑞之景 这必然是五道跨入神王境的画面啊 普天之下 谁在入神境敢有五条大道 谁又能引动如此异象 唯有夜沉 此话一出 先锋盗鼓的老者看了一眼那远处的画面 表情再也无法淡然 许久 他从袖口拿出一面光滑流动的镜子 丢了出去 老东西 先交给你保管 不过 这盘棋还没有结束 夜沉固然强势 但是他终究无法走到最后 他的性格太倔 这种人要么成为枭雄天地 要么过早夭折 九湖老者五指一抓 将天道镜小心翼翼的收了起来 旋即嘴角露出一抹笑容 嘿嘿 你连他的命运都无法触及 还敢提以后的事情 算了 不和你下棋了 我要去看看那小子 下一秒 九湖老者一步踏出 随后将腰间的九湖一抛 竟然骤然变大 老者踩在九湖之上 双手赋于身后 瞬间消失在天地间 同一时间 另外一处神秘地方 魂殿 那位造化镜九层天的长老 感应到了血龙的力量 更是感应到自己 孕育的天地魂龙的变化 随之神色大变 天地魂龙受损 他自然受到了极强的反噬 魂殿长老不由地 喷出一口鲜血 鲜血沾染大地 居然将地面都腐蚀出来了 一个坑洞 随后 他的气息开始极度衰弱 只剩下全胜状态的 三分之一左右 原本魂龙被压制 他损失了十五分之一的神魂之力 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但是现在 因为天地魂龙被夜尘斩杀 便瞬间遭到了重创 哪怕是肉身都暗淡下去了 顶多只剩下造化镜 五六层天的战力了 天地魂龙出世了 万年魂龙镇居然被毁了 哪一个该死的魂蛋 谁敢坏我魂天的根基 究竟是谁 冰冷的怒吼声响彻了整个屋子 魂天擦拭唇角的鲜血 不由地挥动双手 实战出施工法则 探查情况 他便是那位 在各处魂族布置神魂之力 并且在万年魂龙镇内 布置自己力量的 魂殿仙尊巅峰级别的长老 该死是西域的那一座 本长老的神魂之力 万年魂龙草都没了 他双目欲裂 继续探查情况 不由地神色再度大变 天地魂龙 仅有的气息也消失了 该死 该死的畜生 居然杀了本长老的天地魂龙啊 为什么查看不了里面的画面 有力量阻挡 魂天长老冷哼一声 自言自语道 本长老倒是要好好看清楚你的模样 看你是怎么杀了魂龙的 确定你的身份后 本长老不折磨你千年万年 我对不住我那条天地魂龙 以他造化镜九层天巅峰的修为 若不是没有神器 也不用分散自己的神魂之力 来坐镇四方了 原以为天地魂龙 吸纳了自己留给他的力量 能够蜕变成为真龙 到时候自己战力增强 也许能谋取了一件神器 只是没想到 这个希望破灭了 晋升之徒再难有希望 在魂殿内的地位 恐怕也止步不前了 魂殿强大的存在不少 但是不包括他 即便他是造化镜九层天 却也只是一个内门长老 排行第五 在他之上的四位内门长老 都是风神的星翘镜存在 更有八大太上长老 皆是星翘镜 及以上的恐怖存在 灵悟大陆 上等宗派之中 恐怕魂殿能排前列 相比灵先地宫 不过一位风神公主 万剑地宫 也不过是五位剑神 即便加起来 也不是魂殿的对手 但是魂殿得面对诸多宗派 包括好几个上等宗派 家族 以及一些中等家族 甚至 有时候还要面对 两大顶级家族的打压 魂殿强悍 可强者也有数 殿内的神器也是有数的 都会给予功劳极大的 造化镜九层天的长老 魂天原本以为 自己分散神魂之力 看守各处魂族分舵 一旦成功功劳不小 却是没想到今天出这个岔子 殿内奖励的神器是别指望了 增加战力自己谋取神器 更也别想了 两条路都随着 他的神魂之力寂灭 和天地魂龙的覆灭 而消散 由时空法则组成的镜面 彻底碎裂 显然 他更进一步的探寻 没有结果 看来西域魂族的事情 没有那么简单 不过 这种术法查看不了 不代表我没有办法 这可是魂族 那里的一切阵法 都是我亲手设立 可能 灵武大陆所有的术法 无法勘测 但是我还留了后手 话语落下 魂殿长老手指掐绝 逼出一滴精血 他的脸色煞白 随后 他的手心悬浮出一个玻璃球 精血撞击在玻璃球之上 玻璃球中心瞬间流动着古老的纹路 下一秒 玻璃球有动静了 不断浮现出阵法中的景象 只不过有些模糊 甚至还有血龙显化而出 以血脉之力镇压天地魂龙的过程 现在 魂天看见了血龙和青年厮杀天地魂龙的过程 面色逐渐铁青下来 此时此刻 希望破灭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血龙 那个传说真的实现了 并且已经出现在了眼前 魂天长老窥然一掌 将地面拍得剧烈震动 犹如地震一般恐怖 血龙居然依附着一个卑微的人类 这个年轻人 被血龙依附 并且这条血龙 不是上古血魔龙神的后裔 更不是转世 而是复苏 复苏 意味着上古血魔龙神当初没死 或者说 哪怕是老祖等诸多人类封号真神的强大存在 以同归于尽的方式作战 最终全部战死都没有彻底杀死上古血魔龙神 被其一道神魂之力逃脱 历经几十万年又复苏了过来 联武大陆的武者整体层次比昆仑虚高出不少 所掌握的力量和神魂之力也强出昆仑虚武者太多 所以武者抵达河道境甚至造化境 只要大战时有一丝战魂之力 没有被敌人抹杀或者逃脱出来 便可以寻找机会再次复生 只不过河道境造化境的武者 绝大多数逃出来的神魂之力 都会成为残魂 从而被魂族祭坛所强行吸纳 作为各派青年吞噬的目标 唯有风神级别星翘镜的武者 他们的一道神魂之力 才有可能融入天地之间 慢慢地暗中积蓄力量 再慢慢出世 而后重新恢复到当年的战力 长老 长老怎么了 是圣龙家族又袭击我们的分舵了吗 三位河道境的护法上前询问着 他们已经不是上次的那一波护法 是从其他偏殿调过来的河道境神军 此刻都一脸茫然 看着盖世剧情般的武长老喷血 滚 圣龙家族算什么 复苏 复苏了呀 昏天有些语无伦次 一巴掌拍飞了一个河道境护法 旋即双眼血红 强行镇定下来 抓住其他两位护法 慎重说道 现在马上联系各大太上长老 不 直接联系殿主 让他从魔狱中退出去 本长老有关乎魂殿生死之危的事情 要告诉他 他现在身受重创 已经没有力量联系身处魔狱中的魂殿殿主了